我们开始第一个CAMTASHA教学 那接下来有四个步骤 录制、设定范围、调整比例 开始录制、再结束录制 好,我们先回到桌面 那一开始桌面这边有一个CAMTASHA 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它就会开启这个 通常中间还有一个欢迎画面 有时候会有点久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重要的就是点这个 或者你可以按Ctrl R 你就可以点选录制 点录制之后呢 它就会跳出一个控制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怎样呢 我们可以去设定范围 这边就是16比9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出现这个框框 这框框呢我们可以去调 但调之前记得先锁定 我们才能够维持YouTube的比例16比9 你可以把它拉大或拉小 那我们先让它稍微大一点点好了 那这时候呢 再按这一个就可以开始录制 好,那它会倒数三秒 那你现在萤幕做任何事情 都会记录下来 例如说,我现在呢 就是萤幕这边 我这是在开一个 刚刚这个 那你这样 这边再把它切回来 那我们要结束录制呢 就是按什么 按那个F10 按F10 它就会结束录制 那结束录制之后呢 它就会播放 它就可以预览你刚刚的效果 那我们 你可以把它制成影片 但是呢 我们先把它 另存一个专案 我们可以做后续的裁剪编修 好,那我们先取个名字 记住你放的路径 我现在可能是放在桌面里面的一个路径 路径选好 这样子 就可以完成我们第一个录制的结果 那接下来 我们就会来谈一些 进阶的一个 把它稍微 裁剪掉谷物药的部分 然后强化一些该注意的地方